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8月29號 蔣萬安要率團到了大陸出席雙城論壇了 那我看應該又是 你之前講的這段話 只要民進黨反應很激烈 應該這又有一點問題了 好當然他我先講一下背景資料 他會是成為首名以縣市首長的身份 到大陸的蔣家後代 那抹紅已經開始了 我們來隨便念幾位 譬如說民進黨議員林彥鳳說 蔣家所代表的政治輔碼 非比尋常若稍有不勝 恐怕會被大陸給吃豆腐 有可能被統戰 減舒培怎麼可能會少了這一局 當然有他說這是自我矮化 陳怡君甚至料出來說 蔣萬安在選前曾經承諾過 只要共軍擾臺就不會出席雙城論壇 你現在叫做承諾破裂了 這個雙城論壇 並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冒出來 雙城論壇大家知道是從2010年開始 至今已經過了13年了 那這個中間除了疫情期間三年 是用這個視訊會議方式舉行 其他都是實體的會議 那就一年台北一年上海 今年是輪到在上海舉辦 那當然因為蔣市長的關係 所以讓雙城論壇的討論 又來到另外一個這個層次 但是其實我覺得民進黨比較可惜 或者是也可以說他們不掌勁的事 基本上你剛念的那一些 這個反對雙城論壇的說法 13年前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就差不多是那樣子 我覺得這是很遺憾的事情 就是過了這13年其實這個兩岸環境 當然不斷在變 那大環境大家覺得感受到 是兩岸之間的緊繃程度 當然是變得更緊繃 但是台北人上海當時有這個 城市論壇的立基就是說 我們兩個城市站在城市交流的時候 我們談城市層級的議題 那從2010開始民進黨就試圖 要把它抹成跟政治相關 可是這13年來我就問各位 雙城論壇談到現在 有抹到有紅筒有台北有怎麼樣的主權喪失 有讓台北的市長 戀恩市長好市長柯市長 在對岸受到怎麼樣的不平等對待嗎 其實這個過去的紀錄 大家翻翻新聞都看得到 那我覺得民進黨比較不掌勁的是 你要檢討或者你要持反對意見 也不是不可以 但13年來針對同一個論壇 你講來講去就還是這些 稀反設施的反對 我覺得是很遺憾的 那當然這個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次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過去我是以這個記者的身份隨團到這個上海去採訪 那一開始在台北第一屆的時候也是在台北採訪 那就今年 我其實簽譽一直在議會都不太好 明天可能知道 委員會我從來沒有抽過 我是公費簽 我是被抽中公費簽去 然後最有趣的是我今天剛好早上起來看臉書動態回顧 8年前的今天我剛好跟柯文哲第一次 在他的第一次去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然後今天就是他的第三天 8年前的柯文哲參參去上海 你知道現在他在幹嘛 他在參觀那個四行倉庫 所以你知道這一次蔣市長 因為你剛說了 其實他確實除了市長之外 大家對他蔣家仁的身份會有格外的聯想 所以我認為包括台北市政府 上海市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格外的注重 你看柯市長第一次到上海去參加雙城論壇 去參加參觀了這個四行倉庫 當然是非常有這個 國共之間可能會有一點小矛盾議題 因為當年記者就問他說 你看這四行倉庫共產黨做的 裡面好像誇大了這個抗日的時候共產黨的份量 然後柯文哲當時就老神在在說 那歷史就是歷史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他也沒有辦法去改 那他回答這個問題 大家就覺得好像蠻有道理 可是如果是蔣市長去參觀這些 比較有政治意涵的建築物的時候 那時候操作空間或被扭曲的空間可能會變大 所以這一次這個雙城論壇三天的行程 我認為是經過精心安排 全部完全都是城市之間的行程 包括什麼參觀圖書館上海規劃展示館 這個保障性租賃住房 就是保租房上海當地的保租房 還有跟這個台青去騎他們的共享單車 去看他們的拖鷹項目 還有這個家用垃圾處理站 這個大家可能看會覺得莫名其妙 但是其實在好幾年前 上海對台北率先實施垃圾這個分類收費 這件事情是有很高的評價 當時的這個上海市政府公開的講過 台北的這個政策是走在一個非常前端 他們沒有辦法想像說不但要分類 而且垃圾去丟的時候還要付錢 隨帶徵收 那這都是城市等級之間的交流 我認為台北市政府跟上海市政府 這一次有這個程度的默契 希望蔣市長蔣家仁的身份 不會模糊掉這個雙城論壇 過去這十幾年來的精神 還有論壇繼續往前走 希望達成的目標 所以你從這一次的這個 參訪項目裡面來說 我覺得已經可以看出這個安排的用心 那當然啦民進黨如果要在裡面 見縫插針做文章 我覺得還是找得到文章可做 那當然我們這個隨團三天 大家就看看他們還能表演什麼 楊明哥我們來對比一下好了 就剛剛提到的是準備要出發 在8月底要出發去雙城論壇的講完 那拉回來講剛回來的賴清德 而綠營人是怎麼樣評分 我們也知道他在去之前 就已經打足了預防針 那確實後來回應 大概也是維持在這個論調左右 就是說賴清德此行 從頭到尾是No Surprise 發表的談話沒有心梗 不過沒有心梗沒問題 他說很棒啊 因為這是目的在於 藉此去建立跟美方的 美方的互信基礎 所以用低調的方式去過境 也可以希望可以讓美方認為說 賴清德是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 務實的領導人 當然又拉回來 像剛剛我們的畫面要去對比一下 既然講到這就會看一下 今天我們聽到了這個軍演的事情 可是最後的定調 就是他的低調是有效 然後他們全體上了這台車 不然他要高調嘛 就是當美國讓你低調的時候 你只能低調 你只能低調 這只能說賴清德在這一次的 這個去美國的過程裡面 他很明確的接收到了 在8月初外媒提供給他的警告 也就是這個走進白宮說呢 這個是太囂張了一點 所以呢他花了很大的功夫 其實包括連在彭博的專訪裡面 都有這種所謂不具名的幕僚 要跟這個外媒去強調 哎呀我們以後不會再有這種說法了 都要特別去強調 特別要洗白的這個重點 也就是他要讓美國認為 他是一個可預測 可以信任 所謂的信賴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但是呢 但是呢 其實這一次比較有意思的地方啊 在整個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 去美國到底見到誰什麼 也不是重點 重點都是放在彭博社的專訪 也就是說 7月27號他接收了專訪 然後呢8月15號上線 這一篇報導 整個整個的節奏的鋪排 都在賴陣營的盤算當中 他們就是知道說 我只要前面這段過境美國紐約的行程結束 請外媒就把這個專訪放出來 然後呢他去闡述 變成說他好像他講這種所謂的 台海之間啦台獨啦 或是說這些兩岸外交等等的 這些議題上面的主張 把他論述出來 接下來你會發現台灣的媒體 這幾天的聲量 賴清德聲量就大增 即便他在巴拉圭 根本沒有人在乎他在巴拉圭做的時候 請李明賢告訴我們巴拉圭的總統叫什麼名字 不曉得 對所以你看就是類似 你知道是誰嗎 潘尼亞啦 就是這樣的一個議題 其實這個很正常 台灣99%人都不知道巴拉圭總統是誰 不會知道啊誰會知道 還好知道巴拉圭是邦交國 對啦 所以在巴拉圭的行程沒有人在乎 所以他就要在那個時間點拋出一個專訪 而且是外媒 而且是強調這個兩岸 他裡面最大主軸的議題都在講兩岸 那當然他就是要傳達這個訊息給 不管是給對岸也好 給美國也罷 那回程 AIT主席去接機啊等等 這些心理如意的過程 我覺得就不需要再多說 那整體來講 他就是一個 只是把他該做的功課做完 我覺得反而是對於 相對於賴心得 大家會比較期待 某種程度上 因為9月份是侯友宜要去美國 那侯友宜沒有這種所謂的副元首的 這個現任副元首的限制下 能夠在美國見到什麼層級 有什麼樣的互動 我覺得這也許是現在 現階段國民黨期待 侯友宜如果 再為下一步 因為現在侯友宜被 我覺得老實說 從5月17號之後 其實是受困啊 那個就是有點像是 被一個籠子 關在一個籠子裡面 他現在基本上是很難施展 施展他的這個 相關的報復 那可是呢 在8月9號其實一個轉折 你說像美麗島經時報 最近公布的民調 8月9號公布的能源政策 之後的幾天 他開始超越了這個柯文哲 我想這個對侯友宜是一個正面的提示 某種程度也是國民黨優勢 就是在重大的議題上面 國民黨還是有議題的代理能力 賴清德在整個出訪過程裡面 主導了議題 那侯友宜接下來也要證明 他有主導議題的能力 我想這個很重要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他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何外面選考